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Stanitra 今天来看这个八字难命以日主 有人说到,这个八字是我看到最奇特的八字 言局笔节重重,又无官杀来自 喜火却又无时商来通关 这个命怎么批,一般人批不了 对我们来说,一个八字只需要通过正确的五行生克 都可以去批这个八字 那我们来看他的本命八字 他所说的笔节重重,这边有很多个笔节 然后也有一个官杀 至于他说的喜火,其实就是指的是食伤 那我们来看他的本命八字 天网方面的五行排列 鬼水,去生甲木,也就是硬,去生笔节 而笔节则是畏土,生甲金,再去克,饮卯木 食神则是财,生官,去克笔节,或者说日主 那出现这种组合,他的问题就出现在笔节 首先我们要解决笔节日主受克的情况 他可以是把财拿走,或者把官带走 又或者说通过通关的方式,也就是官生硬,去生笔节 或者直接把日主带走 那这些都可以减轻官杀带来的压力 那我们来看他现在进入的十年代孕 也就是任子代孕 天网是润水,还有鬼水 去生两个甲木,也就是两个硬心 去生两个笔节 而地资方面则是畏土,去生生金,再去生子水,再生银木和卯木 所以食神方面则是财,去生官,生硬,再去生笔节 所以以他现在进入的十年代孕 他的日主就是属于脱困的情况 也就是说运势比较好的时间 无论是在财,或者在官 官就是普遍上与工作相关的运势 那即使如此,也依旧有一些流年 甚至说流月所需要注意的地方 比方说2023年的鬼卯年 在天网方面,也就是任鬼水,去生甲木 那这个与现在的大运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也就是三个硬心,去生两个笔节心 而地资也依旧是畏土 去生生金,生子水,再去生银卯木 他的时神依旧是财,去生官,去生硬,再去生笔节 那这里虽然是以流年来说是一连相生 运势不错的一年 但是在卯木出现在流年 就有某几个月份 他的日主是受伤的 那就会是在三月,八月和九月 这时候他的运势是比较低的 他也甚至会觉得说 这几个月过得特别难受 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运势 并不是说回到之前的情况就不会感觉如何 而是说你原本从一个不好的运势去走到好的运势 而从这个好的运势又被降下来不好的运势 你只会觉得说比之前过得还要差 而不会觉得说跟在较早之前相比是差不多一样的 而当出现这种突发的情况 也容易造成更加严重的不好的影响 而我们来看2022年的任营年 在任营年的时候 其实他一整年度的运势都会比2023年来得好 他的日主是处于比较不容易被受克的情况 而我们再看2021年的辛丑年 辛丑年出现的是直丑和 然后这一年的日主是受伤的 所以他其实从2021年 他的运势比较差 然后跳回去2022年的比较好的运势 并且在2023也是走着比较好的运势 但是在当中的几个月 他的运势又突然变差 所以当中会有特别的感触 怎么那几个月过得特别差 那我们再看2024的甲成年 在甲成年的时候 他的整体运势又会比2023年来得好 他的五行排列是 成土、畏土、去生生金 然后再去生纸水、再去生银卯木 他的日主也是处于不容易受伤的情况 那我们再看 他进入下一柱十年大运 也就是辛亥大运 他的五行排列为 辛金、去生鬼水 然后再去生甲木 而地支呢 则是出现了银亥核 那剩下的是畏土、去生生金 再去克卯木 而卯木也代表他的日主 所以在进入下一柱十年大运 他的运势是往下走的 而严格来说 其实是比本命还要差的 因为在本命中 他出现的是官同时去克银木和卯木 也就是笔节和日主 而到了辛亥大运 因为这个银木被带走了 而造成这个生金全力的去克这个卯木 所以他卯木也就是日主感受的压力 会比本命来得强烈 那我们再看到了2035的庚序大运 他的五行排列为庚金、去克甲木 然后去生鬼水 再去生甲木 而地支呢 则是卯旭河 那剩下的是畏土 生生金、去克银木 那这种情况就是我们之前说的 把地支的日主带走 那么他就不会受伤 所以在庚序大运 他的运势是有所提升的 那再来到了几优 还有雇生大运的时候 他的日主又是再度的被克了 所以我们来看这几座的十年大运 他的运势就是变得好又变得差 又再度变得稍微好 然后到了2045的大运 又开始往下滑 那他现在的十年大运 也是接近了尾生 而下一座也就是从2025年开始 关又去克日主 所以如果情况允许的话 我们通常会建议说 他继续去读书 或者如果在那时候开始工作的话 就去增强他的知识 他的能力 而到了2035的十年大运 他可以开始通过他所学习的知识 他所拥有的能力 在那个时候去发挥 会为他的观影带来更加分 也就是比较容易在工作上 获得成功的机会 那么在2035的更续大运 算是他在工作的人生中 运是最好的十年大运 而过了那一段十年 从2045年开始 就开始低调保守 他可以维持之前所获得的成功 所获得的成就 然后再找出好的流年 同样的还是依旧可以提升他的工作 他的成就 因为无论是在好的或者差的十年大运当中 都会有好的流年的出现 那我们再回到这个问题 这个命怎么批 能不能批 只要通过正确的五行生克 去找出五行的流通 就可以正确的去批出这个八字的运势 那以其盲目的看说 有多少个笔节 或者多少个食伤官杀之类的 也就很容易无从下手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为止 有什么疑问的 欢迎在下方留言 我可能会去回答 或者在将来做一个影集去分享 记得按赞订阅其分享 那谢谢大家的观看 拜拜